我们都是夜归人 江苏音乐台 都是夜归人 每晚子时 张艺与你亲心交谈 现在的时间是23点04分 这里是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我是张艺 希望这个略微有些寒凉的周末晚间 你过得是很愉快的 他沿着沙滩的边缘走 一步一个脚印浅浅地泄露 他沿着沙滩走 不想回头 他脱了鞋子 喜欢那种冰冷的感受 生命中没有多少时候 可以这样 沿着什么没有目的地走 也没有什么人会定谎 只有十七岁才可以光着江 十七岁才能为这样 天淡地诗诗 微笑 他沿着沙滩走 他沿着沙滩走 任不住地回头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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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 有那些 坦豪的交易 沿着沙滩走 连带着沙滩走 连带着沙滩走 生命 生命是不是 也是这样的一场 轨迹 好有点戏剧 不能再为这样简单的事实 微笑 优优独播剧 生命 生命中没有多少时候 可以这样 沿着什么没有目的地走 也没有什么人规定谎 只有十七岁才可以光着江 十七岁才能为这样 简单的事实 微笑 昨夜突然就念起海边来 从小非常向往的地处或者那些理想随着年岁的增长 发觉 发觉离自己越来越远 虽然海边终是去了 可总觉得和当初幻想的情境并不相同 沙滩上白昼有很多人 而夜晚的海总是让我有着几分惊疑以及恐惧 当年 当年听这只 他沿着沙滩边缘走 更多的是遥想 更多的是遥想 金色并且细软的沙滩 透明的阳光 蔚蓝的海水冲刷着脚面 就这样往前走 看着脚印 渐渐的 越来越浅 最终消失不见 其实很多生命中美丽的幻想和生命中很多美丽的画面 多半来源于幻想 常说生命是沉重 或者生命都美丽 都对 也都不对 美丽在于你心中 至于沉重 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的 只看你在沉重的间隙 是否能找到几片美丽的西天云彩 让这份沉重染上些许美丽的景色 今天是周末 按理说不该说这些话 只是为着昨天突然想起 一整天都沉浸在这首歌曲的氛围中 似乎又有点回到当年的情怀 无论它是过于矫情 也或者太过于自我 其实这大半年来常常想起以前 经常还和朋友说 很想回到从前 从前在时间上永远是一个点 我们不可能回到从前 略微亲近一点 至少也算是做过努力了 留不住时间的背影 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 都市夜归人 我们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这种方式来称呼朋友 后来很多人反对 想毕竟不是在北方 而且作为一个南方人 时常将北方人说话的习惯 怪于口头 未明显得过于虚假 于是渐渐改掉 可是常常碰到喜爱的时刻 或者看到很喜欢的文字 还忍不住这种习惯又冒了出来 生命中的喜悦就是 常常会让你忘掉禁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究竟是为何意 名字以前完全由父母来规定 自己做不得主 体现的全是父母的愿望或蹊跡 而现在因为有网络 即便没有网络 我们也关于为自己起很多自己喜欢的 当中包含着自己的愿望和自己想要诉说的话 可是揣摩良久 也不知这几个字究竟你想表达些什么 听完都市夜归人开始写信 听的时候再吃一桶冰淇淋 巧克力的 但是是咖啡冰淇淋 我把咖啡 加奶浇在冰淇淋上 一直认为咖啡是酸的 但说给谁听都不认同 只是这样吃冰淇淋很好吃 如果一夜不睡 会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在现在的时刻 最容易听到的是二楼的动静 有时走来走去 有时悄悄打打 有时吵架 这大概是女演员的生活 在她的身上 可以看到徐娘伴老的风情 前夫在死前一个星期 从北京打电话给她 表示自己人生爱着她 一个星期后 她死于突发的心脏病 现在女子和一位 开着私家车的男子同居 不过男子不常来 一来便可以在厨房 看见男子的身影 看来这是他俩最默契的时刻 阴晕中谁也不说话 只是专心洗菜 切菜炒菜 似乎把所有的情谊 融入了菜中 然后在饭桌上 看着对方把自己的情谊吃下去 今晚便算是美满了 否则女演员肯定会又哭又闹 砸碎推倒些什么 二楼平静下来时 时间就属于了野猫野狗 凌晨两点到四点 是属于猫儿的 他们会发出婴儿般的尖叫 听着毛骨悚然 或者他们会经过我的窗前 低声乌液 窗口的灯光 给了他们光明和温暖 并且有安慰 可是我是绝对不敢 聊起窗帘的 凌晨三点到五点 是用来等待狗的 这两个小时中 任意的一个时刻 他们其中的一只 会狂吠起来 远近此起彼伏 离家最近的一只 会一边狂吠 一边绕着整幢楼 狂奔一到两圈 道尼有立体生殖感 对此从小我就有许多猜测 一 这几只狗是亲戚 二 有小偷来了 三 要低震了 凌晨五到六点的一个小时 我会很快乐 因为鸟儿叫了 他们的鸣叫声真的动听 有麻雀的叽叽喳喳 欢蹦乱跳 也有高贵的富人在歌唱 最喜欢听一种 很有节奏的鸣叫 一听到它就说明 天气暖和到夏天快要来了 然后我就应该选择起床 或是睡觉 若是周一 鸟儿的鸣叫就会可怕 今天一定是过不去了 我脑中反复念叨 不顾一切的骑车上学 恨不得撞上一辆大卡车 可是还是平安无事地进入校园 发觉此时自行车比别的班上的都多 于是手忙脚乱地活下来 同桌是一位未来可以当文学家的人才 因为语文老师极度钟爱 心思细腻的他会想很多很多 身体自然就坏下去 看到这般痛苦的他 我总觉得自己极无能 连安慰话都不会说 不过看到他的作文 似乎真的看到了未来的作家 我是一只非常容易被驯化的动物 可以成为许多人忠诚的朋友 青春很自然地驯化了我 并且给我取了一个很时髦的英文名 Pat 中午我和我的主人一起吃饭 从试堂走下来 告诉主人 在阳光灿烂的操场上 看到熟悉的身影 必定是国 主人断定 我对这位四月一日过生日的男生 过分熟悉 那又如何 我暗恋一位眼睛明亮 皮肤很白 脸有雕刻痕迹的男生 有什么不好 因为它与国有固定的关系 我就有理由持续我的暗恋 现在的中饭总让我想起初衷 就我一个蒸饭 从随时会被偷饭盒的小店 取回饭盒 拿到楼上的教室 饭盒盖刚一掀开 先会有一只骨瘦如柴的雪白的手 飘到饭盒上 准确地抓起荤菜来 再飘远 是带鱼的话绝不吐鱼骨头 然后教室中足球横飞 在钢木桌间穿行 向电灯飞去 在以任意角度谈下 我稳坐不慌 专心虔诚地吃饭 最后有人会坐在饭桌上 侧身拿起最后一块荤菜 而后白色的飘飘然的衬衫 又飘了出去 主人听到不耐烦 开始教导我三星堆的青铜树 面具 秦始皇的长明灯 水银河 我的主人真不错 除了与我这个pet 抢冰淇淋吃 其实这些东西很琐碎 一点写下来的必要都没有 不过 我就是认真地写了一遍 没有什么刻意的装饰 也没有任何想法 看看就会说你真傻 在长府街又开了一间网吧 黄底黑字竖起很大很大的牌子 都市夜归人 听车上两个男生聊天 现在网吧开的比厕所还多 我看总有一天会在一台电脑前 发现一具骷髅 手指还在敲击键盘 祝美 日文山峰 平心而论 最近已经很难得有幸 不经过山节 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一是因为时间的缘故 二 未免也会觉得 因为自己的疏懒 导致于大家因此 有那么一点点的疏懒 或者漫不经心 那这封信却不是这样 全文读下来 其实看过之后就如他所言 真是很琐碎 可是一直以来 我对于细节的关注 都胜过于对于总体的把握 倒并非我真的过于喜欢细节 而是天生对于细节的感触能力 要比总体能力强很多 所以我们常常 我自己会常常在比较习惯和稍微擅长的事情中盘旋 以此过多的找回一点信心 而对于和我差不多的 总是在细节和琐碎中盘旋的人 也常常会本能的 立刻亲近一点 其实虽然你的东西很琐碎 可是能看出 你看待问题的眼光和常人不同 同一件事情 在你那里会有些许的停留和怀想 虽然因为学业的原因 不一定会得出什么结论 好多年前身边有一位朋友 心思非常细密 我们同时经过一条街 同时看到一个景物或者一位路人 我会恍惚飘然而过 而那位朋友就会很快地指出 他看出的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那些莫名其妙在我看来 本来是理所当然 竟他一说就是恍然大悟 也这样的次数多了 因此自己也下意识地去练习 去寻找 会发现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微妙之处 就在于它的细微 这种细微是由你自己去创造 然后才能够感触 我想看到这封信 我和你心下对于这些细节 和对于这些时间上的点 有很多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微妙感想 不过 不知道大家听后会有如何感触 反正 每个人的夜都不一样 虽然夜永远都一样的 只看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夜究竟为何物 至于你说到的长府街的那家网吧 很有趣 应该就是在这个星期 有一天从那里慢慢地和一位朋友走 看到那间网吧 两个人吓了一大跳 还因此说了几句话 究竟说些什么 毕竟也忘了 第一个反应是 还可以请他帮帮忙 为都市业归人做一点广告呢 看 人就是这样被社会童话的 换作几年前 绝不会有如此庸俗的想法 画你的眼睛 画你的表情 怎样你 由我来决定 不想日子过得太有规律 我只想要一点幻想的自由 不让时间流逝的太快 我只想要一点快乐的自在 梦境和现实 别说了回事 怎样的世界 由我来决定 世界太拥挤 世界太拥挤 心里太空虚 让我为你涂上颜色 让我为你涂上颜色 画你的眼睛 嗯 嗯 嗯 画你的表情 嗯 嗯 嗯 怎样的你 由我来决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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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不住时间的背影 换来沧海桑田的记忆 都市夜归人 我们的故事 童年是我愿 你家乡中想甜甜美了 一张熟悉的信纸是来自于韩国上一次这张信纸上说我会回来你也会再看到这种信纸 张艺好这是存档的最后一张韩国信纸了你终于读到我的信也就是说我回来了这一次是回来看病的不是说日本的医疗手段不高只是做手术的费用太高日本不是美国有些医疗还是要自己掏钱的 不过还有一点相同公家的医院总是尽量开药私家的又总是让你多检查开刀是要自己付费的所以打算回国上海的药费也同样贵所以还是回了南京 记得几个月前我还想赶快逃离这座城市于是准备迁去上海 后来又忽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于是又走了 然后为了帮一个人取得日本的绿卡于是就结了婚婚后他在东京我去了北海道他在繁华的都市打拼我在小镇上享受平和而安逸的生活 小时候很喜欢日本很向往并且说长大以后一定要去 哥哥还说要把我嫁到日本呢果真如此了 日本的小镇很安逸有烟花祭有庙会还有各种庆典东西也很好吃 绿红白的三丸串烧很美味另外就是生鱼片绝对好吃绝非国内的那种 他用的鱼是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立即送入料理店 如果嫌兴气用酒一泡吃不出酒味更没有兴气 另外还有寿司海虾对了这里有四百多克的大螃蟹很便宜 有一个礼拜我一直拿它当饭吃 另外对虾原来不一定是夫妻呢 吃好的日本料理还是应当去海边小镇 你应当来日本的这里有许多东西与你印象中的肯定不同 我们那儿有日本很传统的小酒馆 因为有人跳演歌所以常去 酒馆的前方一百米是低暗 常有人在那儿弹吉他 不论好不好大家一起弹来热闹 于是又想到哥哥 总是吊着嗓子边弹边唱 别人总以为那是噪音 我却总以为那是世上最曼妙的乐曲 另外你的哥哥还好吗 其实这里的街角巷尾也透出那么一点事态炎凉 人散去淒清寂寞的街道总让人有想哭的冲动 最近得了与哥哥一样的病 一种间歇性的心脏停跳 并伴有严重的心肌炎 哥哥走时是二十二岁 我现在二十一 想来也不会那么早走 所以手术成功的话 我就会游遍全国 带上哥哥的母鸡塔 祝我好运吧 肖肖 告诉你 我的哥哥叫肖然 一、二、三 一、二、三 孖肖然 雪が降る 遠い故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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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最最最最最真实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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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be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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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能够 I'll be watching 不过 最后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小时的陪伴 周末不祝你晚安 祝你永远幸福快乐 江苏音乐台 都市夜归人 游泼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已无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你我再宗盛 我再宗盛 我再宗盛 所以我们再宗盛 难道要等一切零一世再互相安慰 深夜时分 霓虹 街灯 月光 星星 梦想 还有都市灭归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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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 潮潮的飞逝 素载如梦烟半笑 回首那堪计 风笑笑的漫长路 你只身飘零 仍在沉溺你纵影 妖妖像流星 黑漆漆的枯枕边 妓妮的温柔 破晓诈性多空虚 难可再拥有 抬头遥望天边 隐隐见那决要翻架 你可会掌握不够 变作 你可会掌握不够